電療和放射治療是同一個意思 放射治療其實是用放射性物質 或者高能量的放射性線 去打入一個特定的位置 從而達到腫瘤的控制 在香港大部份的放射都是高能量的放射線 它打入細胞受損 最主要是細胞核的受損 當細胞核受損後 細胞不可以生長 從而達到腫瘤的控制 在裡面有兩件事 第一是放射線主要是放射在癌細胞 第二是正常的細胞 就算它有放射線的影響 它都比癌細胞恢復的能力好些 所以兩件事加起來 導致腫瘤受控制 而正常的細胞受損是比較少 放射治療有好幾種 最常見就是體外放射 是機器去製造一些高能量的放射線 去達到腫瘤控制 但有一部份人都需要用體內的放射 將一些放射的物質等到體內 進行高劑量的放射 令到放射線打入腫瘤 而影響比較少附近的組織 如果病人的血管是有點不正常 或者是血管除了去腫瘤之外 還會去一些重要的組織 包括是去胃 包括是有些去皮膚 而我們又沒有能力去刪除它 這一批病人是不適合的 所以很重要的是 第一我們要知道腫瘤的位置在哪裡 以及病人身體的狀況 才去選擇不同種類的放射治療 監察腫瘤的變化有好幾樣的 最主要就是掃描 多數我們說有幾樣掃描 很常用的電腦掃描 磁力共振 正電子掃描 小部分一些超聲波 都幫助到我們去看腫瘤 所以掃描是看到腫瘤的位置 可以量度它的大小 可以做個對比 比以前大了還是小了 這是一個方法 第二個重點就是病人身體狀況 第三個重點就是 有一部分病人 適合用癌症指標去看 磁力共振 電腦掃描 都是一些斷層式的掃描 我們都要打一些藥 在身體上 令到那些血管明顯了 所以我們叫做加強劑 這樣的字眼 正電子掃描 我們用一些叫做銅位素的物質 其實是一些放射性的物質 而這些物質是黏著一些我們常用的東西 糖的銅位素 如果細胞吸了很多糖 它就吸了很多銅位素 我們用一個銅位素的掃描機 我們會看到哪些地方吸了很多糖 加上電腦掃描 看看位置 令到我們會斷到 這裡是一個腫瘤 而除了這個大小之外 在正電子掃描裡面 我們還可以說到活躍程度 即是那個吸糖吸多少 但FDG 即是說這個糖的銅位素 只是幾樣我們用來檢查這個腫瘤 因為不同的腫瘤 它不只是吸糖 有些腫瘤它可能會吸其他物質 所以正電子掃描 雖然是一個掃描 但有不同的銅位素 令到我們可以在不同的腫瘤裡面 看得到哪一種腫瘤是活躍 所以選擇同位素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